各位观众好 欢迎收看每日读经 我是光启社的社长 马斯阿基 今天是圣路加福音 第四章三十一到三十七节 那时候耶稣下到 加里勒亚的格法翁城 就在安息日教训人 人都十分惊奇他的教训 因为他的话 具有一种权威 在会堂里 有一个负着邪魔恶鬼的人 他大声喊叫说 啊 纳扎勒人耶稣 我与你有什么相干 你来毁灭我们吗 我知道你是谁 你是天主的圣者 耶稣斥责他说 不要作声 从这人身上出去 魔鬼把那人摔倒在人中间 便从他身上出去了 丝毫没有伤害他 虽有一种惊骇笼罩的众人 他们彼此谈论说 这是什么事 他用权柄和能力 命令邪魔 而他们竟出去了 他的名声便传遍了附近各地 在路加福音当中提到 由于那父母男子受到了不节之灵的驱使 他与耶稣对话时便发生了冲突 我们认为这乌灵是因耶稣的教导而起了敌意 而这些教导是耶稣从纳扎勒会堂开始就一直在宣讲的 福音要传给贫穷人 俘虏要得释放 盲人能看见 受压迫者 得自由 上主的恩慈之年已来到 在福音当中 耶稣所遇到的是一个实体的魔鬼 我知道你是谁 魔鬼知道耶稣的教导将会如何发展下去 甚至明白他是以什么权柄来说话 知道他与耶稣的关系 那附在信徒身上的魔鬼说 你是天主的圣者 就像信徒承认信仰一样 这是因为魔鬼也认识耶稣 并确切地认出他就是那受派遣的 受福者和天主的基督 但是对每一个人来说 这种认识并不足够 还必须在认识耶稣和听到他的话时 就开始彻底改变自己旧有的罪恶生活 透过今天的每日读经 让我们能够反省 为近人施行爱德 不为了别的理由 只是以实际的方式 感谢天主为你所做的一切 祝福大家平安喜乐